近年来,中国每年消费数百万吨榴莲,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泰国进口。 然而,最近国产榴莲的涌现给榴莲的价格带来了巨大压力,使价格大幅下降。 泰国表示,中国榴莲的崛起对泰国的出口市场构成了威胁。 泰国表示,中国榴莲影响的中国必须买单。 长期以来,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榴莲需求果。 然而,由于气候和环境等原因,中国一直无法实现本土榴莲的大规模种植,不得不依赖进口。 这导致榴莲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居高不下,成为一种奢侈品。 榴莲的价格高昂是所有购买者的共识,就不用说有名的品种猫山王榴莲,普通品种的榴莲一斤也要几十块。 有些人为了降低购买榴莲的费用,选择购买没有去皮的整个榴莲。 但是购买完整的榴莲就像开盲盒,开出来每一房都饱满的报恩榴莲皆大欢喜,开了好几房榴莲只有一两块,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。 可是榴莲凭什么那么贵呢? 答案大概是分为如下几个原因。 第一,榴莲的营养价值很高。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糖分、脂肪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。 不仅如此,榴莲还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,例如骨氨酸、色氨酸、天冬氨酸等。 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A、维生素B、维生素C榴莲也丝毫不缺。 第二,榴莲的药用价值也很高。 榴莲作为热性食物,性寒体质的人食用榴莲可以改善猪乳痛经、手足冰冷、肠胃寒凉的症状。 经常食用榴莲甚至可以改善体质、健脾补气、补肾壮痒。 榴莲硬硬的外壳可以就是因为自身太优秀了,受到了很多的际余才进化出来的。 第三,榴莲的进口成本和运输成本较高。 中国的气候能满足榴莲种植条件的地区比较少。 榴莲市场的缺口只能从东南亚进口。 但是进口的东西往往会比国产的贵许多,这是因为运输成本问题。 在榴莲成熟后,最佳食用期限一般只有两天。 第四,榴莲的培养和采摘比较困难。 种植一棵榴莲树十分的困难,种下一棵小树苗需要8到10年才能收获香香臭臭的榴莲果实。 在榴莲结果前,需要经过20多道工序的精心培育,一道步骤出了问题就要重头来过。 而且每亩榴莲的产量并不高,不同于普通的果树,一棵榴莲占地面积可以达到几十平米。 为了保证品质,每棵树上还要进行蔬果处理,一个果树上只能有80棵左右的榴莲果实。 其次是榴莲的采摘,一棵榴莲果树可以长到25米。 在采摘时,需要当地的工人爬到树上,一棵一棵地往下抛制,树下接住榴莲的工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砸成脑震道。 在采摘过程中,工人们承受的高风险,导致人工费用高居不下。 第五可能就是中间商赚差价了,在猫山王榴莲当地,一斤也就一二美金,但是2023年,中国进口价格已经达到了7美元一斤。 高额的差价之间,隐藏住无数的中间商,这些中间商抱住奇货可居的态度,涌入了榴莲市场抬高价格。 越南、泰国等榴莲的主要种植国家也不是完全的友善, 虽然两国榴莲种植面积逐渐地扩大,但是中国市场无底洞一般的胃口,还是让榴莲供不应求。 供求关系的稳定,让越南和泰国肆无忌惮地涨价,反正再贵的价格也是,你不买,有的是人买。 好消息的是,中国国产榴莲已经成功量产,解决了长期以来的高价进口问题,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为平价的榴莲。 中国国产榴莲的成功量产并不容易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无数研究人员为了实现国产榴莲的梦想,付出了努力。 他们经过不断尝试和改进,终于找到了适应中国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榴莲树种,采用精细的养殖技术,成功培育出大规模的榴莲树。 这一突破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将有机会,以更加合理的价格品尝到榴莲的美味。 目前国产榴莲终于在海南市种区取得了成功,这对我国的榴莲未来的国产化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。 虽然目前只有三万亩左右,但是对于突破国产榴莲的种植难问题,已经起到了巨大的进展。 我国国产的榴莲已经成功挂果,并且已经开始首批榴莲迎来上市,我国自己种植的榴莲终于看到了喜人的成果。 中国国产榴莲的成功量产,不仅仅是榴莲产业的好消息,它还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。 这一突破体现了中国技术的进步,展示了中国在农业领域的创新能力。 同时,这也为其他天价进口商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下降提供了先例和动力,使得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水果和其他高科技产品。 以榴莲为例,由于中国国产榴莲的价格更加平价,进口榴莲的天价外壳逐渐被剥离。 消费者不再需要支付过高的价格来品尝到榴莲的美味,这为更多人提供了机会,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都能够轻松购买到榴莲,享受到其独特的风味。 除了榴莲,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高价进口商品上。 通过技术的进步和本土化生产的推动,中国市场上出现了更多评价的高品质产品。 比如,通过突破性的养殖技术,中国国内开始出产高品质的海鲜产品,价格相对合理。 这使得海鲜成为更多人餐桌上的美味选择,而不再是奢侈品。 中国国产榴莲的评价突破虽然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福音,但却引发了东南亚国家的担忧。 榴莲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农产品之一,依靠对中国市场的出口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 然而,随着中国国产榴莲的成功量产,东南亚国家担心失去中国消费者的同时,也会失去全球市场的竞争力。 中国国产榴莲的价格优势使其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,对进口榴莲形成了较大的冲击。 东南亚国家担心,随着中国消费者对本土榴莲的需求减少,他们将失去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,进而影响到榴莲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稳定。 泰国榴莲作为主要的出口和作国,看到中国榴莲的进展,有点珠奇了。 实际上,我国国产榴莲的数量,还远远无法供给国内市场的总体需求,毕竟中国消耗的榴莲数量,每年的数量都非常可观,高达百万吨级销量。 我国三亚作为国产种植区域,首次上市的榴莲只有50吨左右,这些榴莲如果分到全国市场,还真不够看的。 但是重要的是,国产榴莲能够突破自主种植的难题,实现国产挂果树上熟,并且有望未来扩大种植区域,实现更大范围的种植,扩充更大的产量,增加市场供给能力。 从长期来看,我国的榴莲供给越发增加,能为榴莲的市场价格起到一定的平衡效果。 进口榴莲的价格多年以来,都是畏惧所有水果之手,甚至除了车离子,就是榴莲最贵了。 虽然榴莲作为水果之王,也有助让人冰火两重天的不同态度,对于榴莲喜爱或者厌恶的看法,让人们分成两派,讨厌的人从来不买榴莲,喜欢的人总是希望榴莲价格能打下来。 实现榴莲自由 我国的榴莲市场很稳定,每年消耗的榴莲总量不低于百万吨,泰国的榴莲大多数都是销往我国,中国是榴莲的销量大国。 在种植方面,榴莲对于环境和温度,以及种植土壤的条件,要求很苛刻,正因如此,东南亚国家的榴莲就总是高价出口给我国,一直价格都打不下来。 榴莲作为营养丰富的水果,其实适合很多人食用,但是因为价格居高不下,很多人干脆以不喜欢为借口,避免购买榴莲的尴尬,毕竟购买一个榴莲就高达三五百元,最低价的时候。 买一个小小的榴莲,也需要二百多元,是想按照中国人城镇工资薪酬标准,喜欢吃榴莲的人,如果每天都买一个榴莲,根本不现实。 如果榴莲能实现白菜价,像东南亚国家的产地那样的价格供给,就是喜欢榴莲的消费者的最大心愿了。 这些处于热带位置的榴莲产地国,总是看准时机涨价,因为产地就那么几个,不采购的话,国内市场也需要货源,所以最高峰的榴莲价格。 人们在超市里还能看到零售价50、60元一斤的榴莲。 我国能够适合种植榴莲的位置很有限,目前只有海南三亚可以常年符合榴莲生长的温度,成为比较理想的种植示范区和试点区域。 但是三亚种植的榴莲因为面积有限,产能有限,暂时还不能对进口榴莲形成更大的冲击。 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,已经相当做出了警告,中国能够逐渐实现更大面积的种植范围,实现更多的丰产可能。 符合榴莲种植的环境,条件还是比较苛刻,需要全年的平均气温达到零上22度以上,土壤肥力充沛,输松排水好,日照每天在8小时以上。 年降水量不少于1000毫米。 这些条件如果综合起来,符合的地区范围就非常小了。 好在我国海南三亚,从果农最初的零星散种,到现在能够规模化试验种植3万亩,实现了质的突破和飞跃。 国产榴莲的种植技术也根据我国的地理特点,实现农科院提供的种植技术指导目标,有助国产榴莲的优势和竞争力。 海南榴莲上市50吨,一直能不断采摘到10月份。 国产榴莲的上市带来消费者的高度关注,也让进口榴莲的价格缩水九成,直接因为国产榴莲的上市,同个超市的进口榴莲价格也跳楼跌下去。 进口榴莲撕掉了天价外衣之后,缩水九成的超市进口榴莲也失去了往日的光鲜。 泰国表示,中国必须买单,因为泰国的榴莲已经无法垄断中国的水果市场了,价格下调也是无奈之举。 中国国产榴莲已经给了消费者希望,更是中国高端农业种植技术进步的体现。 中国国产榴莲的成功量产,以及其他高价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,反映出中国政府的目标和责任意识。 中国致力于通过提供质量保证和平价产品来汇集更多人群,而不仅仅追求天价销售。 这种追求平价消费的理念,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,也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优质产品的需求。 中国政府在推动国产榴莲成功量产的过程中,注重技术创新和科学研究,提供支持和鼓励。 他们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开展研究,改良栽培技术,增加产量和品质,并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。 这种支持为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,也为中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,奠定了基础。 国国产榴莲的成功量产,解决了长期以来高价进口的问题,为消费者带来了价格更为平价的榴莲。 这一突破不仅体现了中国技术的进步,也使得其他天价进口商品在中国市场价格下降,从而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水果和其他高科技产品。 然而,这一趋势引发了东南亚国家的担忧,他们担心失去中国消费者的同时,也失去了全球市场的竞争力。 中国的目标是通过提供质量保证和平价产品来汇集更多人群,而不是追求天价销售。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,中国将继续推动农业的发展,实现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平价消费的目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